近日即將離任的美國駐澳大使卡爾·艾豪斯 Arthur Kovahus 評擊中共威逼澳洲 呼籲美國、澳洲同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 共同努力抗擊中共的惡性影響力 艾卡豪斯在接受週末《澳洲人報》採訪時說 在處理冠狀病毒的危機中 澳洲的全球地位得到了提升 而北京對澳洲的回應 令世界看到了中國的威逼 面對冠狀病毒和惡性的中國影響力 五眼聯盟國家及其他關鍵的合作夥伴 印度和日本需要共同努力 獲得有好國家 在經濟和國家安全方面的投入 卡爾·艾豪斯說 信任和共同的價值觀 是疫情後經濟和安全環境工作的基石 澳洲受到中國價值200億澳元的 懲罰性貿易禁令的打擊 處於戰略競爭的前沿 澳洲和美國為對抗北京所做的努力 為本地區其他民主國家創造了更多的空間 使其能夠加入並對抗北京惡意的干預 卡爾·艾豪斯說 中國大使館列出了對澳洲政府的14項不滿清單 包括華為金令、新的《愛國干涉法》 以及推動對病毒起源進行獨立調查 以一種我們不能有的方式 令世界看清楚中共 澳洲在國內處理軍疫大流行的方式 以及在全球推動調查病毒起源的過程中 在世界的眼中贏得了很多榮譽 澳洲在大聲反對中共在新疆地區 和香港的侵犯人權行為 和在反對中共在南中國海的非法主張方面表現出領導力 當澳洲發聲時 這個地區的人真的會聽 全世界的人都會聽 卡爾·艾豪斯將在1月20日前返回美國 他還敦促澳洲要對堅固而神聖的美澳聯盟有信心